出国旅游要搭哪一架航空 现在可有了新的选项 筹备三年的新宇航空 于今年1月23日正式启航 创办人张国伟先生 更是与首航一室结束后 亲自驾驶第二个航班 飞往澳门 向台湾航空双雄正式宣战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每对商业 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我们今天的报道来源 是刊登在2020年1月27号 韩话语先生所撰写 并刊登在财经新报的 竞争阶列的航空业 后进的新宇航空 要如何从细节突围 新宇航空筹备了三年之久 终于在2020年1月23号 正式启航 虽然他是市场上新进者 但因为五个在细节上的策略 让他在竞争激烈的航空市场上 有突破台湾航空双雄格局的可能 那么他是用了哪一些策略呢 策略一 经济航也提供热汤餐点 新宇航空在首播公布的菜单中 经济航的每位客人 都可以享用到 热乎乎的马铃薯浓汤 提供热汤这种服务 都是在国际间知名的 航空公司才会出现 因为提供热汤 可不像打翻热茶一样容易清洗 如果弄张地毯或座椅 有可能会因此要换掉整块地毯 为航空公司带来不少的麻烦 另外要把上百份的热汤搬上飞机 在于成本上是另一大负担 因为不只增加重量 也提升飞机的耗油量 但新宇航空客舱服务主管表示 人的味觉在高空中容易疲乏 咸的食物具有刺激味脸的效果 所以提供一碗热汤 不仅能暖和客人的味 也暖和了他们的心 透过这样的小细节服务 造就客人最大的心理满足 策略二 寄出家庭账户 全家出游共同累积里程 换升等升级 新宇航空并没有设立企业会员 而是推出了家庭会员 全家一起出游奖励里程可累积在同一个账户中 这也意味着新宇付出不少的成本代价 因为全家里程累积在同一个账户中 可以更容易达到兑换机票与仓位升等的门槛 新宇航空会追出家庭会员举止 是因为初期新宇所飞的航线 分别是澳门、越南、县港、马来西亚、槟城 这三个地点都是旅游城市 不是商务出差地 所以新宇设立企业会员的意义不大 反而是设立家庭会员 更有效地促进消费者的意愿 策略三 恢复消失已久的头等舱 利用富豪拍照打卡进行另类行销 近年航空业头等舱的优势 逐渐被商务舱取代 加上私人飞机的兴起 让富豪们更倾向于私人飞机上的奢华服务 所以全球航空业不是缩减头等舱的空间 就是取消头等舱 新宇航空逆向操作 进攻台面下的隐形富豪 这些隐形富豪不像财力深厚的财团或是首富 可以买下私轮飞机 但又想展现财富实力 所以新宇航空预计 恢复国内消失已久的头等舱 而新宇航空标榜金品航空 就要在一开始将金品航空的形象 指入消费者的印象中 让有财富实力的富豪们 在机舱上拍照打卡 这样的炫富行为成为另类的行销宣传模式 策略4 抢额外时间只保留中英文广播 新宇航空的机上广播 除了法令规定必须有台语广播外 只保留中文和英文 创办人表示 机上广播的时间过长 会耽误飞机起飞的时间 在全球防满机场的起降 可说是分秒必争 减少广播时间 便可以从簇拥的时间中 升取到一丝空间 策略5 减少资本 架设数位输报价 全机拥有免费WiFi 机上提供WiFi 服务已经是全球航空业的趋势 除了因为现在 卫星科技技术进步的原因之外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可以减少 机上报章杂志的数量 因为这些资本的报章杂志 会增加机上的重量 如果全机可以使用免费WiFi 阅读资本的需求 也会跟着下降 所以新宇航空在商务提供 无流量限制的WiFi 经济商有免费WiFi可以使用 但仅限于LINE WeChat等文字讯息传送 新宇航空做好自己 精品航空的定位 恢复头等舱 与提供热汤等服务 这些策略都是目前 华航长龙不做的苦差事 也因为过往都是这两家航空 占据台湾航空业 缺乏第三方竞争者 所以让服务停滞不前 新宇航空做别家 不想做的苦差服务 在大家视为理所当然的流程中 提供创新的服务 为台湾航空业投下一枚震撼弹 好的 今天的美丽商业就到这边 新宇航空身为一个市场新进者 不随波逐流 明白自己的角色与定位 不走价格站 选择做好精品航空的角色 他们在细节中创新 做了其他航空 不愿意做的苦差服务 新宇航空的出现 代表不是提供服务的人不对 而是价值选择的问题 新宇航空出现 也打破了现有的竞争格局 为台湾航空产业打开新的局势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